譬如說你要問路啊 你到那個 不是隨便找人問路 譬如說我們到車站去 看起來他是專門被人家問路的那個人 他是工作人員 他是Information 他坐在一個Information的棚子裡面 那我就很多人去問路 我們去問路嘛 那我問完以後 我當天不問問他 我就不懂法文 可是問完以後他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我再問一次 他再看我一次 然後我才了解 他看我指給他看什麼東西 我就要拿解地址再講一遍 然後他就用手 指那邊 哈哈哈哈 他就指那邊 他沒有叫你指這邊就不做了 哈哈哈哈 我必須說我自己實際的經驗 然後再請拔比歐